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自然语言的语意 我们刚刚讲的很难定义 也很难抓到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怎么样稍微去抓到一点 它的语意 只能够说是稍微抓到一点 那也就是之前的研究 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语意的问题 那在语法理论里面 有特别偏重语意的学派 这个通常就叫语意学派 那里面呢 有提出像Case Grammar 就是隔变语法 还有Semantic Role 就是语意角色语法 Conceptual Dependency 概念依存语法 其实都是 都是从同样一个东西 开始衍生出来 那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隔变语法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隔变语法 或者隔变语法 好 那隔变语法 Case Grammar呢 它通常不需要剖析 它跳过剖析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语法的 S等于NPVP 这种 这种语法 它说我不要了 我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 那它怎么做呢 它直接采用类似物件导向的方式 我现在说物件导向 可能各位就开始觉得说 那这个跟物件导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自然语言处理或 或语言处理跟物件导向有关系 其实大概在197几年 有一个人叫做 他也是很知名的电脑科学家 那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Minsky 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flame框架的一个概念 那那个框架概念 其实现在来看 其实就是物件导向 OK 所以物件导向不完全只是 因为程式语言的 像Alan Kay这样的人 去发明 其中还有牵涉到很多人 同样的有这种想法 最后Alan Kay 它是用一个程式语言的方式 把它包起来 好 那 什么叫做物件导向式的方式 那它通常 格状语法 它所 所 看的焦点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物件而已 它是包含物件和物件之间的关系 那通常主角 我们叫做Row 主角 用Row 角色 那动作 通常是Action 动作 被 被 施动作的对象 通常叫Object 那 施动作使用的工具 通常叫Tools 那这边就有一个很 有用的语法规则 就是Row 就是Row Action Object By Tools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爸爸用狼头 敲钉子 这句话如果经过 程式之后呢 程式可能 可以建构出这样的一个关系 爸爸是Row 爸爸是Row 这个主体的动作是Action 就是敲 那敲的对象呢 是钉子 用来敲的工具是狼头 OK 那透过这样的关联的图 我们可以把一些词塞进去 比如说Row是爸爸 Action是敲 Object是钉子 把这些对应的栏位填进去 当你填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事实上我们就认为说 当填完之后 它就部分的理解了这个语句的意义 OK 那 这种就是CatsGramma隔变语法的用途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以动词Action为核心 主角的Row 工具的Tool 和目标路的Object 都是 都是从这个动作衍生出来 就是跟动作关联的一个东西 那 这种 强调动作的 结构的这个 而且直接从语意进入 而不是从语法进入的 这种我们称为隔变语法 那有了那个 像这样的架构 事实上 一开始没有这个Bab 一开始这四个栏位都是空的 只有Action Row Tool 和Object 那这其他的都是空的 是等待被填充的 所以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演算法 一种程式 可以去把那个语句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填进来 那怎么填呢 这里需要一个填充机制 那 通常我称它为栏位填充机制 但是 自然语言 处理的学术界 其实有时候也不完全都会用这样的名词 那其实我当时在写博士用文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名词 就是 因为我做检索的 我们就是用栏位填充机制在做检索 那栏位填充机制到底应该怎么填 其实 你如果把它写成程式 你会发现说 OK 那它就是一段程式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 就是如果 如果我们先不要看程式 我们用直接比较 直觉的方式来填 好 那我们看看会怎么样填 好 那一个是我现在呢 语法规则是 肉 动物 action 咬 object 动物 或物品 by tours tours 咬的话 tours 就是它的牙齿 OK 好 那这时候语法规则长这个样子 那句子呢 如果有一个句子是 那只狗哑了穿黄色衣服的女人 牙齿血淋淋的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这件事情 那你必须要有本字典 以这个例子 我们必须要有本字典 我才知道说 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动物 是不是 一个物品 或者是 它是不是应该算是一种工具呢 好 所以我们要有本字典记录它到底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角色 那这边我的字典就记录了狗是一种动物 OK 人 people 而且people是一种animal 就是人也是一种动物 OK 好 那属性比对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那只狗看到狗的时候 它去查字典 查字典发现说狗是一个animal 然后看到咬的时候 它查字典 查到它这个动词 这个action 那接下来呢 看到人 人或者是女人 的时候呢 它会发现人是一个people 而且它是一种animal OK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变成这个样子 属性比对好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做栏位的标识说 OK 那现在的roll应该是狗 OK 那咬应该是动作action OK object 这个栏位应该是人 people animal 人是一种people 而且是animal 那最后填充的结果 你会发现 我们把狗 因为它是个动物 所以填在roll这里面 把亚填在action这个栏位里面 把人 它是个动物 填在agel里面 然后但是呢 这句话没有用工具 没有写工具 你看这句话也没有讲到 这里有什么牙齿 但是后一句有补 我们现在只看前面半句的话 前面这一段的话就没有 所以它牙齿在看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女人的时候还不存在 所以这里就问号 没有填充 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搭配 语法剖析的机制 那就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个东西的语句 的理解能力再提升一点 那如果你可以搭配 名词指句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把那只狗变成一个单位 所以动物其实变成那只狗 不只是狗而已 那咬了变成一个单位 穿红衣服的女人变成一个单位 那但是还没有牙齿 等到他看到下一句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说 这里有牙齿那应该填在兔 OK 那所以这时候 如果我们对电脑进行阅读测验考试 问他说那只狗咬了谁 即使你有了这一个填充的图之后 有了这个填充的图之后 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知道那只狗咬了谁 像这个 肉是那只狗 咬了 那这边呢 红衣服的女人 所以电脑应该就很容易的可以回答 红衣服的女人 OK 那 如果他问 就是说 谁咬了穿红衣服的女人 那电脑应该也就可以根据他所比对到的结果回答 那只狗 那如果询问说 那只狗用什么咬了女人的时候呢 电脑会发现说 OK 我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我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那电视呢 这个兔我上面的牙齿还没有被填充 可是在这里只有一个合理的选项是牙齿 常用的选项是牙齿 那他就可以回答说 应该是牙齿 好 那刚刚的那个 那个 栏位填充机制 其实 我们的例子是针对 格状语法 针对格状语法 但是呢 格状语法的这个例子 其实通常只适用于语句 单一的句子而已 他很难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那如果今天想要理解 不只是一句话 而是一篇文章 那我们就不能只用 只用格状的语法 那我们必须要用到更高层的想法 那这个高层的想法 一个 一个我认为比较有价值 就是说 他其实还算好用的 是所谓的剧本 script 那剧本 剧本是做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格状规则 Role action object by tools 那这个 是格状语法 但是呢 他在抓很多高层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很困难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用结婚当作例子 那结婚 你可以看到有 有各式各样的电影 各式各样的小说 各式各样的故事 在描写结婚 但是那个故事呢 确实千变万化 光是 结婚 这件事情 穿插在故事里面 可能就千变万化 但是往往 他还是有一个典型的剧本 结婚的典型剧本 可能会像这样子 男人爱女人 当然有可能 女人爱男人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对称关系 那男人跟女人交往 男人跟女人结婚 男人跟女人交配 女人生了小孩 小孩长大 然后呢 接下来一个剧本是 外遇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呢 是男人交配或爱 另外一个女人 那接下来 女人发现这件事 男人女人离婚 这是一个典型的结婚的剧本 当然我们其实也可以说 它是离婚的剧本 那你 你去看这样一个剧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太多的故事 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 那比如说西里人妻好了 西里人妻是不是差不多 也是这个剧本 OK 那还有啊 各式各样的什么 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 麻雀变公主啊 之类的这种 也都是这样类似的剧本 反正 光是谈恋爱 就是可以有一大堆剧本 那 比较典型 像结婚这种 就是比较典型的 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走 那 我们要怎么样 让电脑理解这样的故事 电脑怎么能理解 结婚这种概念 其实它 说穿的 并没有理解 而是我们 我们事先准备好一个剧本 想办法把它套到你的故事里面 看能不能套得上去 如果套得上去的话 那每一个角色 我就把它一个一个塞进去 OK 那这种 在 在 电脑在解析文章的时候 它就一边去比对文章的语句 看看 跟这个剧本 的哪一段 有没有相合 好 那这种方法 是出于这个 Shank Roger Shank 和 Abertson 那1977年 他们就提出 写了一整本书 这本书叫 Squid Plan Goal And Understanding 他说 剧本 计划 目标 和了解 An inquiry 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 他们在探索 人类知识的结构 所以 那但是Shank 其实是一个 做电脑的人 程式的人 所以他也是一个 资讯科学家 好 不过 附带一提的是 这个Shank 好像很讨人厌 所以呢 就是 我所接触到的 台湾做自然语言的 学术界的人 都很讨厌他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是不认识他 但是 但是 可能 太高傲 还是之类的 好 好 那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呢 有了刚刚这样一个剧本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要解析一篇文章 现在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 我们就来解析看看 他说 约翰和玛丽 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在大三时 约翰爱上了玛丽 毕业后 他们就结婚了 并且生了一个小男孩 麦克 约翰毕业后 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 由于表现良好 被拔作为经理 尼可是他的秘书 由于工作上朝夕相处 一次 约翰和尼可日久生情 当玛丽发现约翰与尼可的外遇事件后 他决定离婚 并且取得了麦克的监护权 而两人离婚之后不久 约翰就和尼可结婚了 那这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短篇的 可以给小学生当阅读测验的故事 或许 对小学生来讲 那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简单的故事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概念 搞不好我儿子看了之后 也会看不是很懂 他可能会觉得说 像我儿子就会问 爸爸请问什么是拔着 他可能看不懂 那说 那为什么他要离婚 他可能会看不懂 那说离婚了之后怎么办 那个小孩不是很可怜 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 要用电脑来了解这件事情 人可以了解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用电脑来了解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根据上面的剧本 上面的剧本去比对下面的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那谁爱谁这不就是这个第一句吗 而且发现约翰是个男人 玛丽是个女人 所以把约翰比对到男人 就把男人就标到约翰上面 那爱一样标上去 女人就标到玛丽上面 OK所以你就会得到 OK约翰男人 爱 玛丽女人 OK 那 毕业后他们 这个他们其实比较难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里面呢 是写男人女人结婚 那 问题是 这里我们应该会先标到结婚 因为结婚是个词 很容易标 但是标了结婚之后呢 它容易带出 结婚式的角色是谁跟谁 以case grammar而言的话 它有一个roll 还有一个object 但事实上结婚这个动作 其实是一个对称性的 也就是说roll和object是可以互换 OK 那所以呢 当我们把roll和object 各自放男人和女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 那 我现在放不进去 因为没有 可是 我们知道他们是指 两个人以上 他们是两个人以上 那 如果你的电脑够强 他就可以猜测说 他们其实指的就是 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 OK 但是这个猜测 有时候这样猜 会是猜错的 所以 这种没有 没有一定对 所以要很小心 那 那 当然这种技术也不会有 百分之百 准确的结果 它很可能会比对错误 很可能会比对错误 不小心就可能会比对错误 那电脑也没办法 电脑其实它只会实时的比而已 那 所以呢 这边比对你要不要接受 后面又要一个判断法则 那接下来他说 并且生了一个小孩 生了一个小男孩 迈克 那他说生了一个小男孩 迈克 那我把生这个动作 生这个动作 比对到这一个字 生 那 小男孩迈克 如果我知道小男孩迈克 其实是小孩 小男孩其实是小孩 那我就把它比对到 小孩上面 OK 那接下来呢 约翰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一大段呢 没有比对到剧本 那 这一大段没有比对到剧本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了解他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剧本库 现在只有结婚 但是如果你的剧本库 里面有工作 你就可能会再比对到 另外一个剧本 那个剧本是工作 那工作可能就是说 那个剧本怎么写 工作的剧本可能是 学校毕业 然后呢 进入公司 然后呢 工作 然后升职 或者是裁员 或者是离职 OK 那如果 升职的话呢 比如说升职之后 你可能会有角色 比如说 角色 经理 那经理可能有秘书 像这样的 关系网 你如果把那个 剧本库和你的角色库 建的比较完整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 连起来 那你标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完整 OK 那如果你有工作的剧本 那你在这一段 可能也就比较容易标的出来 但是因为没有工作的剧本 所以这一段呢 几乎都没标 OK 好 那所以呢 最后只有标到这个 以至约翰男人 与妮可女人 日久生情 那因为他这里 这里我们前面这里说 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 爱另外一个女人 那妮可确定不是玛丽 所以她是另外一个女人 没错 所以可以填到这个栏位 好 所以呢 当玛丽发现约翰与妮可 那的外遇事件 那这边就有 外遇是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 就是有爱或交配这两个关系 那所以呢 在这里有发现说 OK外遇 那她就把去对 她就对到 女人应该是妮可 男人应该是约翰 OK 那接下来呢 她 她虽然在这里 其实还有个问题 这个她其实 我们一看到她的时候 我们不确定 她到底是妮可 还是玛丽 所以这种代名词 其实在语言处理的时候 有时候要很小心 要她定错的话 你就会发现那个意义不对 但她这种代名词 你势必会定到一个一个里面的角色 但是 到底是哪一个角色 不一定 你可能可以定成玛丽 也可以定成约翰 要看你的演算法 有没有办法够聪明 可以判断出应该是哪一个角色 好 那她决定离婚 并且取得了迈克的监务权 而两人离婚后不久 约翰和妮可就结婚了 这里又可以开启下一段剧本 约翰和妮可结婚了 他们会不会又离婚呢 是不是后面可能又有一段剧本 好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高层的 染位填充机制 它这个就比较大段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case 一个case 不是一个单一句话的一个case 一个case的 它是好多case的连接 这些case之间呢 有合理的逻辑关系 合理的持续关系 可以让它呢 变成一个故事 那这个就是 就是 比较属于说 高层一点的 语意结构 OK 当然 这个语意结构 纯粹其实也是一种电脑的比对 OK 但是 但是 这语意结构是给谁给它的 是我们人写给它的 我们人写给它 它才有这个语意结构 它才有办法去 用这个语意结构去比对 好 所以呢 好 我们大概今天主要要上的就是这个 那我希望说各位现在就来做一件事 这个语意结构的语意结构 我们来写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 很简单 就是爸爸用榔头敲钉子 对不对 这句话 你把它当成你的范例例句 输入到你的程式里面 然后呢 我就只要写简单的一个规则 两个规则就好了 那就是有一个Case grammar的规则是 action就是敲 然后肉呢 肉 object和to 分别限制就是我们这边的例子 就是分别限制是肉 敲 谁会敲呢 应该只有人会敲 猴子会敲的机会很少 鲸鱼会敲的机会应该是没有 OK 所以肉我就可以限制说它是个people OK 那object呢 object当然钉子是很合理的 啊搞不好它敲人呢 也有可能 所以object的可能就很广 比较广 好 那tua呢 可以用榔头敲人 那可以用木棒敲人 但是会拿桌子敲人的机会就很少 OK 或者是 可以用 就是 有一些东西是不太可能拿来敲人的 比如说 他 他 他举起了那栋房子敲了人 那很奇怪 那所以 所以 呃就是 你可以稍微写一下一些选项 几个词 然后让他去比对 那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因为 因为 怎么讲 呃 当我们 把世界限制的很小的时候 它的比对通常会很准 但是你把世界放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那个比对 有时候会很不准 好 所以在人工智慧或自然源祖里面 都有一个小世界的优势 那放到大世界都会很容易不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世界限缩的很小很小很小 我们就来写这样的程式 好 试试看 那 OK的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故事放进去 好 把这个剧本 你想想看我应该怎么用什么样的结构可以放放进去 然后呢 我把这个文章给输入 放在程式里面就可以了 那我让它跑出来之后呢 可以比对到 用这个文章去比对到这个剧本 但各位现在一定会觉得好难哦 我们试试看嘛 一起来写一下 那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写很多程式哦 那这个程式 第一个我还来不及写哦 我们之前都写一大堆程式哦 这些我们都有范例程式 但是今天的课程呢 我没有写范例程式 所以干脆留给大家一起写 好不好 试试看 尝试一下 你用C语言 任何语言 C sharp都可以哦 或JavaScript 或Ruby Python 随便哦 试试看 写这样一个程式试试看 那我会先用C语言来试 试看